我小時候也很乖 所以 我不相信 真的 就是不敢跳課啊 對啊 翹課就會良心彎那種 但是那時候 談戀愛就是為了要跟男朋友見面 就每天都在裝肚子痛 因為 上課 因為上課前只能見十分鐘 然後下課也只有十分鐘 放學之後等公車的時間 就覺得很少啊 那我們就會想說 學校的四樓那邊 一整排自然教室 社會教室 只要沒有課都是空的 就想說我們數學課的時候 可以翹課 古文課的時候可以翹課 就去那邊約會 所以我時間到 只要數學課一到我就開始 老師 我肚子痛 然後跑出去 就跟他約在那個隔壁棟 就是教室隔壁棟的四樓 兩個人就坐在 教室門把他鎖起來 然後坐在最後面 然後 兩個人一起聽MP3 就靠著頭這樣 好真愛喔 而且聽的是周杰倫的世界 真的 很浪漫耶 謝謝 真的 然後就牽著小手 有時候不小心會睡著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最刺激的 就是躲教官 我們覺得很好玩 因為有教官會巡邏 他就會這樣過去 我們看到人影就會蹲下去 他沒有抓到我 然後再走過來 我們再蹲下去 這部電影劇情耶 然後 而且那一陣子就是因為 一直這樣子 老師就一直問我 我到底要不要去看醫生 那我可能 常常都在痛 一整天可能有八節課 我可能數學課就說 老師 我肚子痛 然後下一次一定要更激烈嗎 就 然後就跑出去 通常肚子痛 就要去保健室啊 保健室老師會通知 就是你有登記那個 我都沒有去保健室 那是學校管得好鬆喔 對啊 因為老師就很像信任學生 我看起來又乖乖的吧 我就說我去廁所 一天就有兩三次就跑出去 然後去約會 然後就這樣維持了兩三個月 然後後來打破這個浪漫的人 是教官 因為教官不是都會這樣 巡邏嗎 來來回回 那我們已經習慣了 反正他看不到 我們都躲在最後面 結果有一次我們就看到 這樣教官這樣走過去 我們就這樣 看不到 然後回來的時候 教官已經門打開 他說 趕快回去 不然我就要記你們小過 所以當下就覺得鬆一口氣 說教官人好好喔 竟然沒有抓我們 對啊 就是沒有... 就被抓到了 這教官好人耶 他可能看我們兩個都乖乖的 也沒有做什麼 就在那邊聽聽MP 服裝完整 不是 純純的 愛一定是服裝完整 醫生不整 最怕的是那個教室被鎖起來 才好笑 怎麼辦 他要敲那個充戶有沒有 卡一下 因為他是那樣勾子有沒有 卡到 但後來就被教官抓到 沒辦法之下 就只能跑到家裡頂樓 後來... 後來就跑去頂樓 現在講的是 之前 講天台的前傳 前傳 教室 原來這算是前傳 天台是他們最終的那個 約會聖帝 這只有他... 只有17歲 放大...放大一點... 這是單眼捕捉的 這好像張燒函喔 對啊 好像喔 十七 十八歲 學生啊 妳一直都漂漂亮亮耶 那時候就拍了這麼好 其實妳在校園 就很亮麗了那種 對 妳是什麼高中啊 校花吧 復興美工 校花啦 永和啊 永和復興美工 高中那個時候 我們是男女分班嘛 然後家裡管得非常嚴 所以我們不讓我談戀愛 他說你要大學畢業 才可以交男朋友 所以都是偷偷摸摸的 要啦 妳這個女孩子一定要管嚴一點 要不要早就當... 早就當奶奶了 太誇張了 奶奶 沒有那麼快 太快了 然後那個時候呢 因為怕家人發現 所以只有譬如說 上課之前十分鐘 在學校外面買個飲料 或者是下課的時候 就沒來延續 短暫的接觸 對 然後或是放學的時候 他沒有我等公車 然後我先 他先送我上公車 然後他再自己回家 就這樣 就一天不到半個小時 然後就是E-mail啊 或者是打家裡電話 因為那時候 只有那種Panasonic 或者是Nokia的手機嘛 所以沒有網路 電話費很貴 對 稍微貴一點 我媽就會乾乾叫 所以我們就 乾乾叫 我們就把 這個月怎麼有三千塊 乾乾... 對 就是這樣 罵到不行 所以就只能打 家裡的室內電話 然後一打就是一個小時 然後我爸就覺得 這女兒很奇怪 為什麼每天都 躲在棉被裡面 其實爸媽多少 會知道一點吧 他覺得我很奇怪 不去戳穿 對 看穿不戳穿 然後每天時間到 電話響 只要我爸去接 只要是我去接 就有電話 然後就講一個小時 爸爸一定知道 然後我爸就覺得奇怪 怎麼這麼奇怪 後來家裡不是那種 室內電話 是有有線跟無線的嗎 然後 有線的是放在外面 只能無線有分機 我們就把那個 無線的拿到房間 我爸就完全偷聽 就被發現了 發現了之後 我爸就開始限制我 那個晚上回家的時間 我的門禁 還沒十八歲 是八點要到家 他發現我跟男生聊天之後 超誇張 假日 連史瑞克裡面的Fiona 對不對 史瑞克裡面那個Fiona 對 妳的樣子是不是有點痛苦 很痛苦 因為我爸媽 因為那時候沒有手機 不一定有手機 然後我爸媽怕我 四點沒有回到家 所以我四點一定要到家裡 去接到電話 不然我就死定了 結果我媽如果不在家 她會要我回到家接電話 家教聖言 對 我覺得很痛苦 然後我就跟那個 那時候的初戀男友就講說 我們可能就是沒有辦法 這樣子一直約會 就是假約不能出去 就不能約會 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那個時候 你們是個什麼樣的關係 是一個不同班嗎 是隔壁班 男女分班 隔壁班 然後那個時候 就面臨快要畢業了嘛 然後對方已經決定 他要去中南部念書 但是我是 已經在台北找好工作了 所以就要留在台北 妳沒有繼續升學啊 有繼續升學 就變成是白天上班 然後晚上念夜間部的大學 夜間部啊 好感人喔 就是變成要半功半讀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天啊 這是天崩地裂 就約好說 真的 約好 約好三十歲要結婚 約好三十歲要結婚 然後因為 真的都不能見面 最後沒有辦法之下 我們就約在我們家頂樓約會 我們住在集合國宅 平常凌晨 五點 就跟他去頂樓約會 約會到下午四點 一整天 一整天 就在那邊畫畫 然後因為那邊是 畫畫 他都不已經美工的嘛 對 畫畫就做功課啊 就互相幫對方做功課 畫畫 真的啦 真的是 那上面有這麼多的地方 可以待下來嗎 沒有 就是一個 只有遮蔽物 有一個遮蔽物就這樣了 就真的只有一個遮蔽物 不管是下雨還是出大太陽 我們都一定會去 就唯一的見面 就只有週末那幾個小時 然後就看了那個 河濱公園 就是一望無際這樣 就覺得很浪漫 後來就是 因為真的就是快要畢業了 就知道不能見面啦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畢業之後怎麼辦 就變成遠距離戀愛 然後他就很浪漫的跟我講 就牽著我的手 就跟我說 不管以後我們分開 多遠或多久 我們永遠都會像 我們現在看到的 101跟星光三月一樣 就是 永遠只看得到對方 我永遠眼裡只有你 以台北的建築物來說 你會看到兩個最高的 那時候真的 在那個頂樓可以看到 那兩個這樣子 隔空對望 那後來怎麼分開了呢 因為他去了那個 中南部念書 然後我就在台北半功半讀 再加上我媽一直說 大學之後才能談戀愛 所以就沒辦法 這種都有試過境遷的感覺 而且距離真的會 製造很多的困難 難喔 很難啦 再多的農情蜜衣都比不上 隨時遞來地上的一杯 溫開水 現在聽到這句話會 成熟了 長大了 成熟了 長大了 這不是在工作場合 常常會講的嗎 你下次有再來我們節目 帶一些你以前畫的 畫的一些作品來看一下 對啊 可能全部都是頂樓的吧 冬天的頂樓 春天的頂樓 夏天的頂樓 夏天的頂樓 上午的頂樓跟傍晚的頂樓 對